这里直接是承接了剧场版后的时间线啊就是女主现在就是已经能变身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是邪恶的炼金术师逼迫成两女孩去他家打工 其实这里有点怪我不知道马马视角是怎么看待的他跟宝赛兰都有一个相同形状的戒指 小情比玩得很害 好好好哇嗑到了嗑到了好恶喜好恶喜 这个是贴图吧有一双眼 又一个图 其实这一集把迷鹰的变身搬掉也算合理 但是他没被搬掉的话实话他是能解除掉的 独角兽进化能力嘛 剧场版就是他解除了开米花的魔法 别别别别别说这种话好吧 感觉黑钢哥最近毕格已经全武了 有点往名副起街那种方向去靠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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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人家不敢满足的 这种级别的敌人应该请布莱泽登场吧 我是假面骑士 我是假面骑士 你是什么东西 你看到黑钢那个表情没有 那个不是滋味 他是故意这么拍的 真是不好笑的笑话呢 孩子们这并不好笑 哈哈哈哈 哈什么意思啊 另一个个叉者 他不团那种走向吗 还是不知道 现在有人在猜这个是平行世界的宝太狼 或者说是他爹 而且你看他是有所有开米卡的 卡片也是幻色卡片 那到时宝太狼变这个形态的时候 是不是会做幻色处理 这个已经是幻色的 因为哥查德他不是蓝生成眼睛吗 这个是成生蓝眼睛 我靠 烈火八道 副脚死井变身了 可以了 我还以为才奇那个比小哥解用卡就算了 那也太low了 他用解用卡我觉得也没什么说 因为他如果能整个石井出来 那我觉得至少他还用心的嘛 是不是 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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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等级十吗 不是吧 这个是等级十 九猫了 等级八啊 差了 这么强才等级八吗 应该是反派的那个上司有什么特殊能力吧 哦他说做实验嘛 所以就是强行强化变成了这么恶心的状态咯 估计是 蓝赏杯 他妈的 郁盖洛已经透露他的脸了 现在还装什么逼 他还不如上级不要把他的脸露出来 是吧 他才的第一篇章结束了 要进入第二篇章了 然后他最后一幕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老师这里说什么 终于到了这个时刻了 他是知道这个新格查德 要么就是跟新的格查德有关 要么就是跟格里昂有关了 哎格里昂不用想肯定就是炼金联合出来的叛徒嘛 官网说老师发现了格里昂是吧 那就是说明拉托先生跟格里昂应该是有点关联性的 要么就是那种同其生啊 要么就是那种同门师兄弟啊 要么就是那种师生关系吧 基本上只能是这样的展开了 现在我感觉他是平行世界的格查德可能性更大的 结尾灵明格查德也是用蝗虫列车变身的 我是换色的 但是他这个声音又跟宝塔达是不一样的 他完全可以就是成年宝塔达这样的 其实可能性不是很多吧 要么就是平行世界的格查德 变身人选未知 其实我感觉就是平行世界的宝塔达 未来的宝塔达也有可能 要么就是宝塔达的爹 小只炼金术师 哦以前出现在林英绘本上的那个人物啊 破晓的那个小 哦对啊 黎明不也是小吗 主要是他现在这个药带哪来的都不知道 不是说那个还没研发完吗 对我们也不知道他的那个点火器是怎么来的 看了后面怎么解释了 军一走向变得有趣起来了 他要是真搞平行大乱斗那一套 那我真的挺期待的 我们来看看复音鬼吧 第16话是年内最后一集 加有圣诞商战的情况在 哦圣诞商战 所以他这集来回的切形态是有这个讲究的 你们也不用去细节 为什么不一上来就五个等级十合体啊 X暴龙啊或者一个FUX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变五合一的形态 对前情提要的时候已经有了嘛 呃 所以就很傻逼啊 他往年也没这么直白了 今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搞 有可能今年这部东西剧场版 他票房很高 他们又会觉得 哦 可能是因为他TV里面这样子搞 反向给剧场版引流了 后续他每年都这样子搞了 对于我们这种 没有途径去实时观看电影的人来说 就很不友好啊 长谷川很想搞圣诞回 基本从第14集开始 角色们就在聊圣诞节相关的话题 那天表示自己写这集花了很多时间 之后年初的几回算是绞尽脑汁了 因为在戒指里很受欢迎 这是格里昂也至少2.5次元 演员这个方向选角的 演员健太的脸过于年轻 所以才其让他留了胡子 角色与其说是单纯的恶棍 更偏向于有自己独特的美学 设定上原本也是炼金联合的 那天开玩笑说 这角色是长谷川在台词里突然透露的 处理起来有些麻烦 长谷川是一开始就想好的 不过他没有回收这个伏笔 直接传给那天了 根据官网透露的东西 包括剧里面的暗示来看 这个角色跟Minato先生是有一点关联的 就看他怎么去展开了 其实也好嘛 方便去给Minato先生比较重的戏份 格里昂的口头禅是主题曲的名字 Came me story 这个东西是内田和臭皮决定的 为了深入班首歌这一角色 顺带引出了作为师傅的进化 算是比较早就确定是女性了 第十字话时长谷川表示 想要像是女性上司的人发出指示 因为最近很多都是冷夜型的女性 财奇想要进化在研究之外的方面多点男子性情 有格里昂的介入 所以这次恋恶体事件规模挺大 俯皮吐槽大蛇细着的铃铛像是多拉A梦同宽 结果我刚刚也在吐槽嘛 腰带正面本是骑士的面部 但为了体现出宝泰狼在和Came沟通合作 财奇加入了腰带里卡片Came那面的镜头 哦那一幕我刚刚也是想吹一下 我觉得这个交互做的挺好的 一直以来都是枪玩辅助解决问题 这次宝泰狼自己推理出了铃铛这一线索 算是表现出了他的成长 但是你他妈的把人家前辈都实话的 谁给他提供线索嘛 那还不得靠他自己去推啊 我就是假面骑士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在黑刚刚说的那一句话 我是假面骑士哦 你是什么 我是假面骑士哦 你不是哦 你只是平平无奇的超A级炼金术师哦 是不是 那天表示前面都是周围的人在说 宝泰狼是假面骑士啊 这次的话希望他能够向的前方亲口说出这句话 在表达英雄这一主题时 也希望突显出宝泰狼作为高中生的一面 因此他对送给母亲的礼物有特殊的执着 白天发生了很多事 但好在最后还是以happy ending结束了这一集 一切都恢复正常的感觉 所以选择以日常作为结束 今年圣诞没死人 反而人数还增加了三人 哈哈好吧 越开枪自己人 越光 天天打自己人 越光又要被击弱了 对啊 哈哈什么意思啊 不来者很担心你想让你休息 所以打了你 哈哈哈哈 硬核注眠 你的身体已经波罗波罗大了 融合系数过低了 要把前队长人发在绿色光的浴缸里面泡一下应该就好了 错了 光只嫩附险 哦 他这个症状一般是出点在宇航员身上的 哎 其实是不是因为他最近打那个月光怪兽 频繁飞去宇宙才会导致这样的状况啊 这个船员 我发现了我的名字 Mitchi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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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左三角画的什么鬼啊 我操 虫子拼命会再用双手 哈哈哈 较了 我希望自己人的是 沟通不了 沟通主题是吧 最讽刺的一集 哦 那之前这个虫子出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为了去干那个宇宙怪兽 前期我记得是看第三集的时候不是一个槽点吗 就是他为什么要往天空都爬着 他就是为了射那个干把鲁架 对对对 太平洋上空的Ultraman 原来还可以观测到奥特曼的动向 他们就不会奇怪说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日本出现 按理来说不应该直接冻成在沙漠那里 如果现实中这么高的话 肯定会有见证猜想的 就是为什么一直在日本先出现 对啊 奥特曼是人类变的 不应该是常识吗 哈哈哈 好真实啊这个眼神 那种嫌弃舔口的眼神 是谁啊 Mitchi 27了 坏了 你没有必要被痛击有军了感到羞愧 他甚至加上镜车 男西子你好 这是掉到哪里去了 月球 后面是不是要去月球打呢 对 结果的结果 结果的良好 结果的良好 Skardo的取得行动 我自己的作战行动 妨害了 我自己的作战行动 司令官 是 Mitchi 27 哦 哦 哦靠 我自己的 哎呀 我的康压第一人 康压八八祖解封了 我操 媽的這一幕 回看了三遍四遍 太他媽帥了 看連十遍是影子 居然可能暫時想不懂 他在那裡 就給我一點 跳離啦 然後就 慢慢生了 分開了 兄弟變身 大型紀錄片 拉庫雷斯床旗 哦對 關於上集還有一個細節 那個P店爆炸的時候 爆了個鮭魚出來 猜料你懂是什麼意思嗎 聖誕節唄 害得那樣是真過不去的是吧 對 聖誕節要吃鮭魚 對對對 他那個台積很難認不出來好了 然後 踩到那裡 就說明 就說明紀錄的覺醒 在他的意料之中 但是沒有這麼早 他應該想把 風從奈羅滅了之後 再引導紀錄絕手 哦 你看這裡跟我今天猜的一樣 對對對 這個猜這樣猜對了 打卡被你第一猜散了 呵呵 哈哈哈哈 Vitamin要看去囉 Vitamin要看開囉 Vitamin要看開囉 哈哈哈哈 巴庫雷斯的手牌 全是故意給的 Hahaha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是被反利用了 段位不一樣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呵呵 他这样你还记得这些拉库里斯外传吗 也不是吧 贝达利亚那个是一颗猪子来的 他这次是用戒指 就是类似的方式嘛 你看画一画画一都在吹击啦 地控是这样的 地控是这样子的 当初拉库雷斯说出了神蝎子的信息 具有奉仇奈洛去了 我们当初是没想到 这个其实是引诱剑 哦哦哦哦 懂了懂了 血統裁判も 我打算赢下来 他本来就能赢了第二场的时候 哦哦懂了懂了 因为各种机缘巧合 内鬼自爆了 所以他就要顺利下波 本来要是内鬼没抱揣 他这里打算赢的 只能说神乐器神助攻 这个也是 当初神蝎子的那个毒 用掉之后 我们也没有去想 剩下的那瓶打死了 那里去了 吸引全套 现在用到拉库雷斯身上 这种伏笔回收的挺爽的 前方狠狠的发疼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我听说了 后面我还特意再查了 查真的就是一种嘴对嘴的玩法 他原文真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好好 所以当初应该讲的是 这就是塔在他里面 他们能验尸嘛 伏地设 原来当初这句话 不只是对前代黑王说的 也是的下定觉醒 真的很妙 然后也能从各种细节来回收伏笔 是的是的 最近你甚至可以说他是半个总极片 但是完全没有总极片的感觉 他一直在回收伏笔 哇帅 马古典斯的错恶了 哇操 终于喊了 等了42级啊 变了魂巾了吗 笑吧快笑吧 笑了笑 啊内幕家人们的 我多多 哟 自也能救 哈哈 自也的含金量 诶其实他那个点也有点好吐槽 整那个军王者 最终目的其实是想说给基拉铺路嘛 问题是说白了 修志成这个东西 在羽巢王的力量面前 真的就是玩具 到头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是羽巢王击杀不死神的力量 当然基拉也很关键 最关键的是这两个东西 现在这个击杀羽巢王的力量 通过羊马的分析 应该是能够分配到每一把王者圣剑了 那按理来说 后续就有跟武道化 还有羽巢王打架的资本 葡萄迪第一个季 其实这一集羽巢王我觉得 本质上他还是感受到乐子了的 你看他最后还在笑 对对对 他应该是自创世以来 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有趣的乐子吧 他打了这么漫长的碾压局 突然冒出来了能跟自己正面玩的人 就相当于有了个对等的玩家 对啊 但是这样有点让他得偿所愿的感觉了 无论你打不打倒他 他都会有乐子 就很不爽啊 他妈的我搞赢了你 你还是觉得爽了 是不是 羽巢王说到底 他是个很纯粹的人设呀 假如有乐子干什么都会想对他来说 所以就很烦啊 你怎么搞他都是如愿以偿呢 就算你把他杀了 他也是觉得有乐子 他这个也好抽象啊 还专门请了出代乐国王来演 我还以为会找新的演员来演 毕竟甜大红王这条线藏了好久了 他死掉的那个方式也合理嘛 因为羽巢王感觉不到乐子了嘛 所以才要洗牌发动的神之怒嘛 是不是 神之怒其实就是洗牌神器啊 换自己的旗子嘛